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争爆发 台湾军队在瘫头挡不住解放军的登陆部队 就要和大陆打一场残酷的巷战 拖上两个星期甚至两个月直到美国人出兵 这样的说法曾经鼓动的不少人也迷惑了不少人 既包括台湾岛内的很多年轻的台独分子 也包括美国日本的很多政策制定者 甚至还有大陆的一些军事分析人员 当然了解放军也非常认真的演练巷战 但这个是必须的 攻台的时候所有的可能都应该在考虑之列 所以解放军当然要练了 那么台湾三军到底有没有这种血战到底的想法和勇气呢 最权威的说法当然还是应该来自台军 8月25号台湾陆军退中将帅化民 在电视台接受综艺节目采访的时候 表示指望台军与解放军打巷战 这根本就是想多了 按照帅化民的说法 台湾陆军的很多基层部队都是空架子 很多联系单位只有一个连长 一个排长 一个士兵 根本就没法打仗 陆军的坦克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老家伙 平时演习的时候开出银门就出户战 根本就没有办法解放军交战 台湾方面在海军装备上倒是投了很多钱 但时至今日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 都无法和解放军的海军相提并论 帅化民甚至披露说台湾海军的想法是 一旦开战就逃到日本去 唯一还有一点战斗力的就是台湾空军 特别是台湾空军的地空导弹部队 如果地空导弹都挡不住解放军 那么这场仗也就不用打了 我们虽然知道台湾军队继承了国民党军队的很多恶习 但是从前也并不知道台湾军队空军化 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 所以台独分子搜真昌等人捕吹的台北巷战 只能起到给自己壮胆的作用 当然大概也能迷惠以小部分台湾的年轻人去当炮灰 能够把解放军的进攻多顶一会儿 好让他们收拾金银细软逃走 一般说来了两军交战如果真要打起巷战来 那双方一定是有血海深仇 因为巷战是很残酷的 那如果没有血海深仇可怎么办呢 率化名说到了国民党军的刘豫章案例 刘豫章是什么人呢 他是国民党军中有名的逃跑将军 善意撤退 在国共内战之中啊 他两次率领国民党第52军陈建制的从辽省战场或上海战场上逃出 这位刘豫章的执军方法非常简单 三人为一小走 只要有一个当逃兵呢 另外两个都要枪毙 战场上有人逃跑 任何人都可以开枪打死他 靠这种严苛的惩罚措施来维持战斗力啊 实际上只能维持一时并不能持久 革命要靠自觉啊 真正的战斗力啊只能出自官兵内心中的自觉自愿 帅华明呢 还有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步兵排枪队来作为例子 说步兵呢 对射的时候 大家都必须直挺挺的站着 面对面开火 如果有人想卧倒或者是逃跑 后面的连长排长就要动用军阀了 时间已经到了21世纪的今天 台湾军队高层将领 竟然还是这么训兵练兵呢 实在是让人感到意外 只有封建军队才会采用这么残酷 而没有人性的练兵方式 而且啊 他对美国南北战争也完全是理解错了 在南北战争期间 确实出现过双方战成一排用步枪对射的情况 但那是步兵战术不成熟的时候 所采取的一种方式 南方军队很快就发现这种战术不合理 改成了步枪手握倒射击 让北方军队吃了大亏 北方军队呢也很快从伤亡中吸取教训 把步兵战术修改成了更合理的模式 如今这种被人称为排队枪毙的战术 只存在于电影中了 从帅坏民的一番话中我们可以发现 台海战争的炮声异响 台湾军队很可能立刻就会四散崩溃 如果先把台湾军队的防空雷达和防空导弹 通通击毁 那台军的士气可能会垮得更快 什么摊头阻击啊 台北巷战之类的事情 怕是都见不着了 当然了 蒋红军向南是遵循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军事原则 抢摊登陆街头巷战 那是一定要练的 至于到时候用什么战术 那是军事机密 另外台军给不给面子 从蒋红军打巷战 这也难说呀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